欢迎收看9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期两天的2023世界有机青年高峰会 第二天会议从行销层面来探讨在地市场 还有国外市场 以及未来在有机生活上各层面的应用 还有展望 而县长徐中卫出席最后的闭幕式 并分享未来花莲 仍然会持续推动有机生活 永续世界 为期两天的2023世界有机青年高峰会 14日来到会议最后一天 从13日的讲述台湾有机农业历史和政策 到第二天行销工作坊探讨本地市场发展 与进入国外市场 以及前进之路有机生活分享 生活上各层面的有机应用与未来展望 随后由国际有机农业联盟 亚洲峰会主席Matthew John致辞分享 很多的已经瀕临 已经是非常少量的一些产物 比方说小木 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 CSR去实际ESG的时候 去来培植 让我们的小型的农友 在做少量的稀有的产物的时候 能够勇气也来支持落实生物的多样性 所以实际上指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球的愿景 而能够实践每一个人实践实际上指标 其实如果我们每一天你去检视你一天之所做 一天之所识 一天之所想 一天的服务 检视连结这十七项指标 其实你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永续从花蕾开始 而投资花蕾投资永续也是一次 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完成 在台湾的第一场我们的青年高峰会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 尤其是这是第一场实质的青年高峰会 之前在韩国是线上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让大家的青年朋友都能够齐聚在一起 第二届世界有机青年峰会会聚各州年轻人 为国代表及贵宾62人 台湾与会人员约有300人 讨论和分享有机农业的趋势和契机 县长徐正未出席最后闭幕式 感谢众人完成第一场在台高峰会 期盼未来不只在农业 更能在其他领域有不同合作 花蕾也将持续推动有机生活 永续世界 让世界看见花蕾走进花蕾 记者长方言花蕾诗报导